了解自己真的很重要 为自己写下赞美的日记 不只在工作或者是学习 或者是人际官司 不管任何的层面 写下你的赞美日记 赞美自己吧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嗨,我是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今天要来做什么呢 今天一样是书籍学习的时间 今天要学习的书叫做 为工作写赞美的日记 赞美的日记可以带给你怎样的好处呢 就来看今天的影片哦 何谓赞美日记呢 找出自己可赞美的部分 每天写下来 让自己不只从工作的层面 而是各个层面 各个角度来去审视一下 解释自己到底有怎样 可以值得被赞美的地方 并且把它每天的写下来 可以写在日记本上面 或者是A4纸上面 或者是你要用之前的变迁纸的方式 都可以 只要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 了解自己到底有什么值得被赞美的地方 写赞美日记可以带给我怎样的好处 我这边只有写四点 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那我这边就讲四点 第一个 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能被赞美什么 所以你就会养成了观察 察觉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所以你的观察就会更秉锐了 因为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可以被赞美的 第二个 就是建立了你自己的自信心 正面和积极的态度 因为你都不是那种布面的情绪 而是你赞美了自己 那你就觉得 我自己好像可以 那你就会有那种积极正面的态度 第三个 就是改善人际关系 人都是喜欢被赞美的 不是啊 那种被负面被骂那种 大家都很讨厌的 如果你积极的赞美别人的话 那你的人际关系当然也会得到改善 因为人毕竟都是喜欢听到赞美的 第四个 就是带给别人积极向上的磁场 你自己本身有的那个磁场 也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不只是影响到自己 也会影响到别人 就像我刚刚说的啊 因为你赞美了别人 然后你得到了人际关系 那这个就会扩散出去的 所以也带给别人的积极向上的磁场 你在工作啊 或者是职场上面啊 总是会有上司跟前辈啊 非常严厉的 甚至你在读书上学的时候 也会被老师严厉严厉的那种斥责啦 那这都是个人情绪的迁怒 那你就要想想 对方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你发火 是不是迁怒于你呢 第二个 你是不是真的有错 好 那你真的有错的话 那他是不是针对你错的那个部分 或者是他又牵扯到了无限上纲 就是可能牵扯到有的没有的 甚至有的啊 会牵扯到说 你的其他的人格部分啊 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 你今天做错的一件事情 那那个 他不是针对你做错的那件事情 他说 你的爸爸怎么教你的啊 你怎么会在这边做错啊 等等 这样类似的东西 那就不太好了 第三个 如果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 那是不是他一样也是这么生气 还是只是针对你呢 有些事情啊 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上司 或者是前辈 或者是老师的情绪 所以我们只要做到 我们自己能做到的部分 就好了 然后要把自己跟别人分开 我自己是我自己 别人是别人 我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 所以自己做好就好了 那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 你也可以影响到别人 自己上上的能力 但我们都还是初学者 还是在学习当中 那我们就先顾好自己 然后再来去影响别人 自己跟别人先分开 有时候我们啊 被别人的负面的情绪给影响 然后导致今天 自己都很负面的情绪 所以你把别人跟自己分开 别人负面的情绪 我们不要跟别人一样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积极向上 去想想怎么赞美自己 给予自己正能量 这本书的啊 字数是偏中 它是很像在看漫画一样 那也有很多的实作的部分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插图 然后这是在下面 然后字啊 我最近会很care 那个字的大小 它的字的大小 算是有点小一点点的 但搭配了插图 然后那种演示图来去看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的去懂 那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 那我就取 我觉得不错的内容来讲 那四点 带给的好处的四点 它其实里面没有讲了这么多 那是我看了这本书 然后把它输出之后 我觉得你可以得到的四个好处 那这本书啊 也是我在图书馆看到的 所以是属于旧书的部分 所以可能要去二手书网去看一下 那这本书的话 也带给了我蛮多的 我想说 我现在也要开始写赞美的日记 来赞美自己 希望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正能量 不要觉得自己都是一无是处 你只要啊 你多多的观察 一定可以找出 你可以被赞美的地方 切勿使用那种负面的情绪 那这本书也有讲到了一些情绪的转换 那等一下你可以去听 我用我的兔子形象的负面的转换的 那可以去听一下 有些词啊 你转换出来之后 那个情境都会特别不一样 就来看一下 这个转换 思考习惯的转换表 负面的思考习惯 事情为什么无法顺利进行呢 转为正面的思考习惯 也有顺利的事情啊 做什么事情都失败 也有很多事情是我做得到的啊 藉由赞美日记建立自己的信心吧 某某人的表现都比较好 没关系我从现在开始表现 某某人长得比较可爱 也有人说我很可爱 我拥有那个人没有的能力 某某人的薪水比较高 我靠内在啊 一决胜负 嫉妒会让金钱运变差 所以不要吃胃哦 就算我再怎么努力 也没有意义 凡事一定有意义的 要找出来 努力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了 哎 我拖懒了 疲劳一扫而空 明天开始继续努力哦 什么事情都觉得讨厌 看来我累了 不要勉强 可以休息一下 哎 明天又是星期一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很多人 都有的想法吧 周末过得很开心 很棒 下周末要来做什么呢 赶不上截止的日期没有办法 跟同事道歉 请他们帮忙 谁都不是完美的 我口袋空空 就算没钱 还有点子想一些 有什么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事 思考转换表的第二个 负面思考的习惯 这个人好笨哦 转回正面思考的习惯 我实在太聪明了 慢吞吞的家伙 我动作很快 要跟上我的速度 很难哦 不要增加我多余的工作 做不到的时候 就要说做不到 不然会累积很多的不满哦 受不了 一大早就这么啰嗦 他一大早 他一早就很有精神啊 要开会了 好紧张啊 没关系 只要说必要的话 并接受上司交代的事情就好了 回忆好冗长啊 总比打坐好吧 不该穿这么花俏来上班 他的品位跟我不一样啊 哇这个啊有点严重 说怎么不去死 自己说出来的话会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不要这样讲啊 反正这就是小公司啊 正因为小啊 才能让你有发挥实力啊 所以说啊 草莓族就是点点点点点点 草莓族啊 不是个人的问题而已啊 所以男人啊 或是女人 就是点点点点点 这跟性别无关 是人的问题啊 某某某做得到 为什么 那个人就不行 去发觉他的优点吧 思考的转换表里面啊 他其实还有钱很多 那我只是取一小部分来讲 今天除了写在美日记以外 也要改变你的思考方式 利用真容转为正面思考的方式的习惯 让你觉得你自己的想法 不是再次这么负面 再这么忧郁 而转为正面的思考的习惯 可以让你觉得说 哦 我不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 我还是有优点的 所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考习惯 就会让你觉得 哦 好像事情没有这么糟糕哦 也可以带给你一些正面的能量 今天学习到的这一本 为工作写赞美日记 不知道你有学习到吗 有学习到什么呢 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从今天开始 你也想为工作 或者是为自己写赞美的日记吗 我是羽翼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